藝人賀君祥最近是爆出被警方到家裡搜索 而且還被扣留手機等證物讓各界紛紛猜測 他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還有人爆料說疑似是跟德州撲克的女和官有發生糾紛 但是前陣子他才因為出演台劇不夠善良的我們而再度翻紅 在戲中跟他有許多對手戲的藝人徐偉寧 今天出席的品牌活動 針對賀君祥這件事情 他也發表了看法 讓我們聽一下稍早訪問 最近賀君祥的事情非常非常的 也很少非常大的風波 會覺得說真的是不夠善良的 關於 因為其實我們拍完戲之後 也就沒有 就是各自都在忙自己工作上面的事情 所以有關於他的事情 我覺得我真的不方便多說些什麼 最近有在電影嗎 因為都在忙 好的可以聽到徐偉寧是表示說 因為這部戲拍完之後呢 就比較少在跟賀君祥做聯絡了 所以到底他是不是真的不夠善良 他其實也沒有辦法知道 但他也說因為這件事情 他沒有再繼續跟他聯絡 所以沒有辦法好好的 看待這件事情也沒有辦法做出其他的回應